注意看林彪让这个人带着巨款去采购军用物资 叶剑英却说有钱也没用 他刚到广州 洪学志就把他带到叶剑英面前 这位是四爷的后勤部长陈一同志 林总派他带着巨款来帮我们搞积分船呢 叶剑英却说 你这位才是爷来的正是时候 不过有钱未必能办事 我刚刚在广东个大船厂考察了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把能用的设备机床都运走了 就剩下一些老掉牙不能用的就车床 要造机器基本不可能 陈一说我再来的路上也听说了 有钱还能买不到机器 我们可以去香港澳门采购呀 叶剑英喜出望外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他立马指示邓华从15兵团抽出精明强干的人 陪同陈一去香港澳门采购机器 但陈一他们刚到香港就被人给盯住了 陈一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广东 汇报说一到香港 国民党特务就发现了他们 国民党会同港营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 联合控制港澳地区 能制造机器的厂商 导致没有买到所需物资 叶剑英愤怒地说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们解放海南岛 做梦 山崇水负移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旋风司令韩仙楚来电 他们军的八名战士出海夜训 遇到一艘国民党军舰 打得他们落荒而逃 原来在邓华准备积帆船 解放海南岛的同时 韩仙楚一直在海边艰苦联兵 其实在推迟进攻计划前 韩仙楚就不认为是钱的问题 不是装备问题 一直坚持用木翻船 借助季风渡海登陆作战 叶剑英邓华到海边 看见韩仙楚身仙士族 陪同战士在演练渡海作战 韩仙楚 让他过来 韩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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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在里站什么训练 这帮东北虎啊 在陆地上的威风扒面 横扫大半个中国都没有怕过去 回见到大海啊 傻了都不会水啊 我亲自带着他们训练 克服了对大海的恐惧 不仅创造了用木船打军舰的奇迹 还在训练中发现了 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仲 林英外河现在立即解放海南岛时机成熟 不能拖到明年 幻想用机翻船 叶剑英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奇迹不只是一个 是啊 福振仲同志 偷渡穷州海峡 也是个奇迹啊 邓华说 我们要把依靠机翻船渡海的幻想抛开 用木翻船解放海南岛 福振仲同志可以偷渡过来 我们当然也可以偷渡过去 我们采取积极偷渡 分析小渡 和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案 是可行的 好啊 那我就预祝同志们偷渡成功 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 解放海南岛